Hello,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方便菜 就是蝦醬蒸排骨 材料方面有母骨排骨 去到街市的時候, 如果這個份量 我就說, 麻煩給我25元母骨排骨 不用斬, 這樣便會給你 我喜歡不斬, 因為我打算吃的時候才自己剪 這樣好像可以保存得久一點 還有豉油, 豆粉, 糖, 麻油, 蝦醬 另外我還會準備了蔥粒 因為這個菜的重點是蝦醬 所以做調味的時候, 豉油只放少許調味 之後就放豆粉, 讓調味料可以黏在肉上更入味 我還會加點糖, 來平衡蝦醬的鹹味 再加上很香的麻油 麻油就真的多一點脆衣 加上麻油之後, 拌勻 再加一湯匙的蝦醬 我自己很喜歡蝦醬的香味 如果有些朋友想吃淡味的話 分量就自己調較 記得落完蝦醬都要徹底攪勻 之後我會再加上蔥 攪勻之後, 攪勻後 就可以攪勻, 大約15分鐘左右 因為蝦醬的味道較濃 所以攪勻一會就完成了 很方便一些趕頭趕命 放工又想自己在家吃飯的朋友 這麼快就15分鐘 淋蒸之前 我多數都會放到一個漂亮的焗盤 賣上漂亮一點 之後就放入蒸焗爐 選中溫的蒸氣 然後就蒸20分鐘 20分鐘, 真是很快過 一碟香噴噴的蝦醬蒸排骨 就是這樣搞定了 你們都一起做一下 真是送飯一流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個頻道 請大家按訂閱和讚好我這段影片 多謝